什么事情,都是成了也在人,但也在人,失败者并不是天生就比成功者差,而是在逆境或绝境中,成功者比失败者多了一些坚持,多了一些思考,他傻知识,可以公寓,他人知识,我是知识,看别人的脚,我们至少少走弯路,少跌跟头,所以,多一次逆境,多一分成熟,多一次绝境,多一次机遇, 握在手里的,不一定就是我们真正拥有的,我们所拥有的,也不一定就是我们真正联合在心的,其实人生很多时候需要自觉的放弃,放弃一个心仪却无缘分的朋友,放弃某段投入却无收获的感情,放弃某种选择,也许会因此伤感,而这伤感并不妨碍我们心的开始,安然一份放弃,固守一份洒脱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